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可以和對家談, 問題不大 你辦事, 我放心 好, 沒其他問題, 我們散會 請大家稍等 我這次特意上來 其實是有件事 要拜託嚴律師幫我辦的 前長 我想麻煩你做證婚人 有朋友要解婚? 不是朋友, 是我要解婚 你解婚? 怎麼樣?嚇到你了 謝謝… 恭喜… 七月十二號, 任律師, 你有沒有時間? 當然有 你們也是, 你可以不做, 人一定要得 如果你們不參加的話 我會撈你們不給我面子 當然了… 曹總, 你也很狡猾 不發聲不發聲嚇我們一害怕 我都不知道發生得這麼快 我和未婚妻相識不夠三個月 行婚?巧啊 我年紀都不小了 既然大家親同與我結婚 我這個未婚妻有很多人追 我千辛萬苦, 打敗所有對手 就得到她的方針 曹總, 你很厲害 能嫁給你是你仁天大的福氣 能遇到她, 是我的福氣是真的 曹總, 你的婚禮會在哪裡舉行? 我現在正在運婚禮策劃公司 曹總, 我嫂子開婚禮策劃公司 你可以找她幫忙 真的嗎?這樣也麻煩你了 舉手之勞 我約到未婚妻, 請額 我先走了 好… 好… 找大家 曹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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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總 曹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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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總 曹总的未婚妻在哪裡? 她以前喜歡鳳凰女, 沒好評 她喜歡我的姐姐 也不想給她 她這樣都是這麼多妻子? 你猜曹總有沒有落室? 不知道嘛 知道嘛 男人娶老婆和自己年齡都不相關 不是嗎?請坐 你們這一家一就是這麼多人嗎? 我們還有兩個夥伴 和一些兼職員工 一家一都是精英,跟你們這麼厲害 坦白說,我沒想到你們是這麼小的公司 我懷疑你們有沒有能力幫我辦這麼大的分離 那不如我先給你參考一下 文學家審密的婚禮都是我們幫他們辦的 他非常滿意的 有聲有聲的,上完電視,完全不失禮 除了我分離的全都是懲重的富豪、通明人 一個窮作家怎麼可以跟我相體辯論呢? 論規模,我們的公司 或許不夠龍頭公司大 不過這樣,我們機動性大 可以盡量滿足客人的需要 我不是不相信你們 但是我想給未婚妻一個圓盲的分離 一生人只有一次嘛 歡迎 曹總,我保證你的分離一定是一生難忘的 我這個人好功德 這樣吧,把你公司的資料和計劃書給我 好,我找專家評估過之後再做幾點 好嗎?曹總,你真的要相信 曹總,沒問題,優於這樣吧 好,我相信你 這份檔案是誰放在那裡的? 是拉菇的,她放在那裡就進了廚房 那份檔案是給曹總的,怎麼會在她那裡? 是呀,曹總找我去評估一加一 曹總,夠不夠資格替她搞她的分禮? 之前你打破她的花瓶,令她很生氣 為什麼還會找你幫忙? 對不起,曹總 你有沒有搞錯? 對不起,我買了一個花瓶賠給你 那款花瓶,全世界只有兩隻大小姐 曹總,曹總還會找你做事? 本事吧,他喜歡我這些做事的行動派 是,花瓶這件事她半句都沒提過 不過以你和媳婦的關係 如果接這件案件 有你視相受受的成分 上次的花瓶是迫不得已騙人 但這次是刻意隱瞞 涉合利益輸送,好像不太好 我又不是這樣看 只要拿正來做,何必顧你這麼多 嫂子,你不是覺得我會手鬆嗎? 當然不會,你最好就當不認識我 就像你平時那樣調查就行了 你這麼說就行了,麻煩你,做過 為什麼呢? 你這份資料 連你的工作人員的經驗都沒有放進去 實在太粗疏了 好,我補過 還有,你公司的兩個股東 阿禎和阿May 他們負責其他公司的資料呢? 你也說其他公司關一加一什麼事? 當然有關 他們運輸什麼公司,做什麼責任 是直接影響別人怎樣看待他的工作能力 好,我再補過 還有什麼其他事?不如你一次過說吧 好,用不著用字不記下來? 不用,錄音就行了 好 曹總,你看完我們給你的資料 不知道有什麼意見呢? 這個問題要等我為人的專家來評估你們 曹總,不好意思,我遲了 沒關係…我來介紹 好,一加一的負責人戴安娜小姐 這位呢就是評估你們的專家 馬小姐,Ander 你好,Ander,你好 你好 大家坐… 你看了他們公司的情況和計劃書以後 你覺得怎麼樣? 一加一的開業時間比較短 經驗略言不足 開業時間短可以是一個缺點 但如果換另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是一個優點 比起一些做到滑了牙的所謂老行磚 我們會更加有誠意和更加信心 當然可以天花龍鳳的 這裡是我們的客人給我們的服務評估 全部都給我們很高分 連Nicolai一個要求這麼高的客人 都給那麼高分 這也證明我們是有實力的 曹總的婚禮比Nicolai的婚禮更加大型 一加一的人力物力這麼有限 是否應付得來呢? 人手方面,我們有些很高質素的兼職 資源方面,我們另外一伙伴 崔小姐的酒店集團會全力抵抗我們 你們絕對可以放心 表面上所有條件都好像是符合要求 不過實際的執行能力還是未知之數 曹總… 小心啊,阿嬌,你沒事吧? 小心點,稍後出事了 出事了 對不起 行了,謝謝 謝謝 其實呢,你也不用用這種眼光抵抵抗我了 你的之間的關係我早就知道了 你呢,是戴安娜老爺的妹妹 我沒說錯吧? 上次你打爛我的發尊 你以為我沒發現過嗎? 你來一下 一個老懵懂,可以管理幾十億身家的公司嗎? 你呢,都是阿壯的老姑 上次偷弄捲風,目的呢? 是為了拿回她媽媽的發尊 那既然你知道我們的關係 為什麼你還找我做這個評估報告呢? 兩分鐘後來,我都有不安的地方 是我抵抗你的在心,說發尊打爛了 你又要麻煩我,一人一起打我 你也挺公道 你也挺公道 親人都沒有前面廣 公事公辦,一點都沒有偏西 曹總,那你的意思就是… 就是了,有你的一加一 全權負責我的分離 真的嗎?謝謝你,曹總,謝謝 不過有一樣東西 小姐,馬小姐呢,還要繼續跟著你的表情 隨時向我匯報的 沒問題 既然大家都明白了 我得說一說計畫書 好啊,不知道有什麼意見呢? 大體來看,我都滿意了 不過在細節方面呢 我想改動一下 加一個驚喜 小姐,你們有沒有看過《零零差》這部電影 《英雄救美》? 有點難度 有多難?曹總只是想在她婚禮進行之前 就量一場戲 讓新娘子以為有危險 然後她出來表演捨身相救的情節 可以安排的 但是你們說過曹總的身形和掌門人差不多 做英雄好像問了一些 英雄片可以變咒 使力加也行,有什麼不大 但又是教堂唱新娘的招式很老套 招式不怕舊,最重要是受 不然為什麼007拍到現在 換了幾個男主角都還在拍,是嗎? 想不到曹總這麼成熟的男人 都會喜歡這種東西吧 不是曹總喜歡,是新娘子喜歡 她的未來太太是好紅的模特兒高令 年輕女喜歡刺激 曹總配合她,搞搞新意思哄她開心 你看,雜誌也認出她 高令拍在曹總裡 像她女兒多於她老婆 老夫少妻很平常,沒什麼特別 你們的男人當然這麼說 可以娶到這麼漂亮的老婆 難怪曹總這麼疼她 這條矯正老套是老套一點 不過她只是想給一個 很難忘的回憶的老婆 她已經嫁了一個億萬富豪 還不難忘了 富淺? 你敢來欺負我 我不管你說話,富淺? 你去哪兒呢? 替我量英雄救命吧 我? 曹總,你婚禮的驚喜 我們全部都計算好了 還有嗎?麻煩你 基於特備節目 就不適合太多人參與 所以我們決定在正婚儀式前半小時舉行 那豈不是太多賓客嗎? 對… 我們還有一個特約演員 適應舊情郎去搶親,挾持新娘子 適應英雄的曹總就這個時候出現 把情敵打到落花流水 擁救美麗的新娘子 好,這個辦法好 你打算設計什麼動作 讓曹總去擁救新娘子 凸顯曹總的英雄形象呢? 男人打擾最有型目過於賣賣肉磅 赤手空拳,把對方站傲 但是…我們學過功夫吧,打不打? 曹總,你放心 我已經聯絡了 成宗最有名的武術指導給你 幫你了 原家班還是成家班? 馬家班 馬虎? 馬虎? 爸爸在懲教處大Sir 受過專業訓練 有他做理指導 教你三天脫胎換骨 問題是過程可能有點艱苦 為了寶寶,我什麼都不怕 小條苦衷就要接你 好,我們現在開始,放馬虎了 來 翔哥 你大哥教曹總的招式 跟上次教梁方的不同了 因為這次不是實戰 最重要的是好看和夠加勢 所以爸爸就根據曹總的身形 度身訂了一套馬虎羅漢拳 為了令英雄救美順利演出 當日我們還需要龐大的臨時演員 傾力參與 那天大家除了當奔客之外 還要當英雄救美之中的臨時演員 那要不要說到,大家嗎? 不用,就是給反應了 我不會演戲 要不要我和你們上課 介紹我的戲劇 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法演技 給你們演繹 行了,他是即興的武稿 但是大家只要根據 做程底這個特約演員的指示 去做就行了 那誰是特約演員? 這個是關鍵人物 我沒想過 關於靈魂人物,情敵這個角色 你們認為誰合作呢? 要被人打的? 別管我 有 我肯做,你們都覺得沒說服力,是嗎? 我有信心可以處理 角色的東西要很好,可以嗎? 我中學的時候做過話劇社社長 我有豐富的舞台演出經驗 中學生的演繹是偏向浮誇的 我怕你比新娘子識穿著 阿登,你說以前野校讀過戲劇? 我沒所謂 讀過也未必一定比阿祖好 不是說能打拳新手晚節配合到曹總 既然大家已經不一樣 不如投票決定吧 好… 好,現在投票一下 誰贊成Morning做的,請舉手 誰贊成阿登做的,請舉手 首先,很感謝各位今天上來做彩排 這個時間我交給John媽媽了 基於我對戲劇非常熟悉 所以整個彩排會由我主持 我忘了大家太多時間 我現在需要一個新娘子而已 霞姐,組 我不行,阿如,你呢? 我不行的 不用推了,做新娘子不用好戲 各位 各位 伯母 我可不可以參加? 為什麼你會上來? 關太太叫我上來 是King Sir家做頭的新菜單 戲癮大法 好像挺好玩的 伯母的戲這麼好,簡直求之不得 真的? 當然了 好,齊人,埋位 英雄救美,行動 好,好,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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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不行?大哥 她的樣子跟新娘差這麼遠 我進不去就搶不下手 去哪裡? 演戲演戲要怎麼這麼執著? 我對演戲一向都很認真和執著 你是不是耍耍的? 我是宜座的,不是要我去弄阿蓉 不用的… 手安無躁 我知道大家來做彩排 我已經準備好了 不要過來 不行… 你又不行?什麼事? 不行?我已經很給面子 戴了個面具 不是你不行 是道具刀不行,你真是多扭 如果用真刀太危險了 要不這樣,只要人在電視台做 叫他借一些專業的道具刀 那來多一個,好嗎?來多一個… 來… 慢著… 曹總,有什麼事? 用刀,不合情理 但是作為一個精神有點失常的知情看 用把水果刀去搶分很正常 但是我的鞋子的男人都高大威猛 竟然拿一把刀,也不選擇子 是不是不合情理? 是… 曹總,既然你不喜歡用刀 不如用槍吧 但是香港的槍械管制這麼嚴格 很難買到鎮場,一樣不合情理 除非這個人是槍會的教練 槍會教練? 我的寶寶曾經說過 當初有四個年輕人追求後退 是我使出了渾身解除 打敗了這四個傢伙 才得到他的放心 知道,其中一個就是高大威猛的槍會教練 就說他除非我不服氣 拿著槍來搶身,這樣就合情合理了 不是… 曹總,你說那個教練高大威猛 打敗的身形會穿布,是不是? 什麼?這樣有鞋子嗎? 不怕… 我明天去買真高鞋子沒問題 我知道哪裡有得買 我都在做梗 我做完了表演,送給我,行不行? 當然要等人 謝謝… 大家現在時間不多 我們再彩排,好嗎? 對,不如… 不如大家認真點,多排排吧 好… 先拿著麵具 行…等等… 來… Aston,我過來 說,我有什麼給他不想改? BB,我叫你… 我叫你,想我叫我自己? 好… 你這樣叫他,你為他做了什麼? 我為他做了什麼,我為他做了都可以 好… 好… 你別過來,我打敗你的頭 你死定了 他就不敢了,很厲害 悠,時間差不多了 你姐姐還沒到嗎? 她要飛去上海開個臨時議會 來不了,她沒有通知你嗎? 我打開個臨時議,她還沒留個訊息 師傅,你之前沒有來拍攝 待會兒戲你就知道如何吧? 行了,這些事我的反應很準確 曹總說隧道遇到車後要遲點到 要不是說那邊遇到車 現在只有單車行車 要不要通知你是掃張的租還後嗎? 不用了,趕不及了 我叫你們不要動 全部都是拿卡定制,不要動 你怎麼把燈的聲音像沉不著 可能她的面罩壓著聲音 所以沉不著,很害怕… 為什麼要高了那麼多? 我叫了她在鞋子上做手腳 這對鞋子做得不錯 我看不出有曾高鞋戰在裡面 新娘呢?她在哪裡? 是不是躲起來不敢見我? 什麼事? 上天我不會怕她的 塞樓塞車還沒到嗎? 你們倆,替我拿個袋子 收到全裁人的手機資料給我 幸虧她排過,真是挺好戲 我說她沒事找事來搞 你們倆自信說什麼? 我警告你們,不要出狡猾 我真的會開出人的 行…我們現在去做吧 看不出茅凳王有多聰明,懂得收拾 是呀,她知道曹總遲到 所以詹家以為會收手機 怕我們報警來拖延時間 做戲做全套 不讓我新娘才會發現 我沒力氣,我想要算我做一件事 你若不說,我也打算這樣做 走,回去吧 我跟你說,我稍後會守住門口 你們不用指望走 誰走生,我殺誰 你們不准坐牢,全部跟我分開坐 去不同的地方 然後替我靜靜地寫定遺書 寫遺書? 為什麼有這個環節我不知道? 包圖吧?包圖? 你們說什麼? 你們那堆,全都跟我坐在旁邊 快點 你們四個男的,跟我坐在旁邊 你們四個女的,跟我坐在旁邊 這堆挺好戲的 人家不知道以為是真的 Dyana,剛才我查到道具箱 那枝槍還沒有入別 那我回香港那次 她現在拿著那枝是屍火嗎? 看看 記不記得,坐在旁邊 她不是嚴重刀刺的嗎? 不然她又不喜歡那枝道具出去 自己想去買那枝好一點 應該也是 記得問她拿張包圍,我已經分錢了 好的 娘,你快點過來,進新人房,快點 綁她的椅子上,懂不懂嗎? 好嗎? 告訴你,你綁好她之後,我再綁你 衝… 我正在塞車,會遲你們先拖著 你們先拖著 便佔了这一个鼻头 如梦偶在说话开了口 习惯说话兴奉 逃避责任会念出借口 就已放话保留 其实结局会幸福如否 从犯错三太内心刻惨